各位同事大家好 评课到现在 有一件事十分苦老的 就是如何改保和改卷呢 在这里介绍一个我刚刚开始使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会用iPad的 你需要什么呢? 第一,你需要用iPad 我相信每个家都应该有的 不用多说了 第二呢 我会用一支Apple Pencil的 就是这支 多少钱呢? 如果你拿个教师证去Apple Shop买 就是708 那当然啦 你想省下的就用手指 那手指就不用钱 但当然啦 手指就写得很慢的 我愿意给多几百元 那就做事快点 跟着我们需要Apps 第一 我会用Google Drive去摆它的功课 因为Google Drive是直接可以将东西传到Apps Google Classroom我没试过 可能都可以的 那些学生就会将功课 上Google Drive那里 那我就可以改了 另外一个Apps 要做的呢? 那就是 这一个 GoodNotes GoodNotes呢? 就是要钱买的 不是免费饭餐来的 那它应该58元 那你去App Store 那你去Google Drive Search GoodNotes 你说给钱 购账 那便可以了 那但是 你怎么给钱呢? 我就不会放下信用卡的 那我就去七仔 买这个增值卡 买一张iTune的礼物卡 那礼物卡呢 那礼物卡呢 奈何最小呢 就200元的 那你给了158元 现在还有百多元做什么呢? 那其实我都会去iTune租戏看的 其实我不是故意给了58元的 接着呢 搞定了 基本上呢 我装了Google Drive 那 连了上去 我那个 account 那你见到这些 就是学生的功课 那我们 譬如 举个例子 我们选择一个功课来看 譬如我想改这个 似乎这个样子好些 那我跟着按 选择开启工具 那千万不要就这样卡下去 卡下去呢 你就打开它 那我们呢 就要于GoodNotes中打开 打开 那它会问你呢 会不会 会入成新文件的 那一定要回入新文件 如果不是呢 你改两份功课 两份功课会黏在一起的 那 GoodNotes有个很强的地方呢 就是它什么都开到的 PowerPoint又开到 PDF又开到 JPay又开到 Worker又开到 基本上 你up得出来的 都开到的 那 譬如这个PowerPoint 是三写的 有几多版的呢 都有很多版的 好了 那跟着我就 开始改了 那我其实跟传统那样 用红笔剃它 没什么分别的 那这个一样有些简单的功能 譬如拆纸膠 譬如highlight 可以选拆纸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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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很标准的东西 那 其他的可以打字 好了,改完了,进得一样,所以分数不是太高 OK,好,接着怎么办呢?接着要给他了 怎样传给他呢?这里有个按钮,就是分享 我们就会选汇出全部,汇出这个页面就只是这版 我们整个给他,汇出全部 这个apps最好的地方就是能够将刚才改过的东西 变成了PDF,连红笔在内也是一次过 我们按汇出,怎样给他呢?我就会透过email给他 因为这部apps来的,没有whatsapp的,都没有其他选择的 那我就打回他的class number 然后再打下去了 好,接着 这样就改完了咯,但是当然啦,很传统的,最后都是要登分 这样把纸登,登完,好,接着 出回去 下一份啦,譬如我要改 这一份 那我又是选择开启工具 GoodNotes 打开 这次千万不要回入目前文件,否则两份就会黏在一起 新文件 好,接着又改下一份啦 希望帮到大家啦 这就会与选择 像 1 2 1 1